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加入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廖芳姐 MeToo风暴到今天出现毁灭性的发展 这几年形象相当好的艺人黄紫娇 也被爆料性骚扰 但是他出面道歉的直播里 除了讲出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心理阴影 甚至把演艺圈同业都拉下水 包括了指涉大小S 库隆等人吸毒用药等等 而他自己在直播之后 情绪不稳 紧急送医 身体还有些许刀割伤 孟耿如出面说 是一家人会一起承担 而政治及国际焦点则要来关注 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秘书长 长野离子率团访台 提到了日本七月将会在东京 举办台海危机兵推 那这会加入台湾方面的成员 成为第一次的美日台兵推 也可见过去我们说台海危机 一般局限于两岸 现在说台海危机影响到的国家就很多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两天访问中国 昨天见到了外交部长秦刚 今天更见到了习近平 秦刚有直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 最重要的问题 也是最突出的风险 美国要怎么回应会因此改变 跟台湾的官方互动交流吗 今天我们要请学者到现场深入分析 首先来看到的是演艺圈 性骚扰风暴再扩大 现在主持人黄子焦也被卷入 遭到多人指控性骚扰 其中一名网红说 十多年前曾经被他抢吻 还以要办展览为由 要求他拍半裸照 那黄子焦在今天无预警的 拍了三段盗窃影片 不只向当事人向自己的妻子 小孩致歉 也说做过的事情 不可能被推翻 是自己活该 不过根据了解 受害网红事发当下只有十七岁 所以黄子焦呢 已经违反了儿童 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台中地检署表示 如果有违法施政的话 将会依法整本 露出半张脸神情明显憔悴 艺人黄子焦也卷入性骚风波 女发网红劈头就说 本来想把事情带进棺材里 但选择公开 十多年前被形象和善的演艺圈前辈 在车上强吻 甚至以半展览为由 带进饭店拍下半裸照 尽管认了有犯错 但被害人越来越多 另一名女模指控黄子焦 曾以摄影主题春梦为由 要她跟假人做闲尸互动 后来还亲自上场 要求女模坐在自己下半身 全程拍摄假性爱画面 事后还丢了两千元 让当事人觉得很委屈 还有女子指正 曾经收到拍照邀约 朋友如其赋约 也在车上被抢吻 还带到家中拍照 要求换比基尼 连环指控黄子焦 透过影片道歉 也向妻子深情喊话 我要跟耿如说 但根据绿法网红指控 遭抢吻当下 年纪只有十七岁 黄子焦明显违反儿童及少年 性剥削防治条例属于非高速乃论 不用被害人提告 检警就能启动侦办 台中地检署则说 如果有违法试证 将依法侦办 最高处七年有期徒刑 并可法金一百万 黄子焦的me too风暴 不只要面对被害人 也得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靖新闻继续报道 其实黄子焦今天下午 一点原本有记者会的主持工作 但是他po出了道歉影片之后 就缺席了活动 甚至还一度传出 每个人都找不到他失联了 到了中午十二点四十分 消防单位接到了报案 紧急出动救护车 把情绪不稳的黄子焦送医 检查之后 也发现他身上有多处伤口 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而他的太太梦耿如全程陪同 随后也出来面对媒体 强调自己会陪黄子焦 一起面对一起弥补错误 我认识焦之后 我觉得他有非常努力的在做改变 还有很努力的希望给大家一些正面好的能量 那以前的事情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还有空间 眼眶泛类 与在哽咽 面对先生黄子焦 卷入性骚 情绪不稳送医 梦感如镜头前 坚强面对 强调家人 一起承担 但黄子焦本人却因为丑闻压力 面临情绪崩溃 自录影片中他语气沮丧 神情动作也跟平常大不相同 气色插到黑眼圈都遮不住 甚至突然摘下法片 自爆秃头 影片结尾 他还叹了一口气 接着就失去联络 让亲友一阵惊慌 没多久中午12点45分 救护车出现在他家楼下 救护人员检查黄子焦状况 透露他的左手腕和左胸都有伤口 对于救护人员的呼叫也没有回应 索性送医治疗后 生命真相稳定 但其实就在前一天 右胜爆出性骚风波后 外界还询问过黄子焦看法 焦哥今天听说是右胜 谈不谈 当时闭口不谈的他 没想到事隔一天 黄子焦自己也陷入 me too风波 今天新闻中文报道 今天黄子焦一共po出了三段影片 在影片中他除了承认了性骚的指控 并且在影片当中提到过往的儿时伤痛 那其中有一段扯出了十多名艺人 例如指称大小S 巨峻夜柳汉雅等人在韓国饭店嗑药 还有曾国成在古蹟主持 但是却在后台抽烟喝酒 还有说演艺圈大哥吴宗宪欠欠钱不还等等 并且他表示说我不管 我就是都要说出来 那到了第二段影片 他又再次的跟太太道歉 然后也感谢这几年支持他的人 表示自己呢 真的已经改过自新了 然后就说人人都有秘密 还问了一声国师唐启阳老师说 这两年可能很多秘密都会爆出来 但是你自己难道没有秘密吗 那么这两段影片 镜头他都只有拍到自己脚上穿的蓝白托 他说你听我的声音 就知道我是谁了 我就不露脸了 还丢脸 那到了第三段影片 也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他才露脸 而且也是很罕见的 以真法式人 没有戴上法片 那这段影片中 他说是自己活该 没有机会重来 然后说有些事情会结痂 但是掀开来是会流血的 然后询问 煽风点火的人 难道你们都没有过错吗 你们都没有秘密 不想被人家知道吗 都很坦荡吗 不过无论如何 在他扯到的这些人当中 被指控爱情观复杂 还欠钱不还的吴宗宪 说自己很关心黄子娇的情况 但是也一定会提告 而被指称科药 还逼他加入的大小S跟阿牙等人 也都发了声明 否认爆料 而且保留法律制宿权 八年前金钟奖的这一幕 黄子娇和小S 世纪大可解 但这回卷入性骚 黄子娇认了自己的错 却也大报 昔日有人的料 黄子娇语带不满 指自己逃不过 这些人为什么可以逃过 爆料乱枪一阵扫射 他们当然不止这两次 他们吸毒科药这件事情 我也一直过不去 他们可以去否定 否认 然后红了二十几年 就算被周刊拍到 还是可以否认 他们身边的朋友阿牙也好 范晓轩也好 周俊伟也好 全部都逃过 糟黄子娇点名 阿牙率先发出声明 反驳曾经吸毒 扬言提告 而大小S 由经纪人代发声明 说昔日 一周刊报道的吸毒事件 西元根本不在现场 法院更在2004年 判一周刊败诉 还给西地清白 至于聚聚院先生 也曾经在2009年 在韩国主动提告媒体 强调坚决不碰毒 公司将所有的不实指控 保留法律追溯权 而黄子娇的爆料 还不止如此 献哥 当年我们在合作的时候 我也是一头雾水 旁边有一个Angela 后来冒出一个陈孝轩 后来又冒出一个威威姐 她到底 她的爱情观到底是什么 我也看不懂 这些对我的负面影响 都是很强大 就我了解 她也是一个欠钱不还的人 被说人品有问题 人际关系混乱 吴宗憲气的喊告 我没希望她平安 好不好 但是公司里面的一个SOP 就是侵犯我的部分 他们都会行李如意 对对对 所以还是确定要告 那公司是跟我无关 还有一名陶姓艺人 也遭黄紫焦唱虾 说过去对自己爱理不理 现在却一直打听又剩丑闻 烦不烦 而这位陶姓艺人 被认为指的就是陶金银 不过陶金银则透过经纪人回应 希望黄紫焦能好好度过 而这或许应该也是 亲友们现在最想对黄紫焦 说的一句话 刚刚我们提到黄紫焦 在直播之后 情绪不稳 紧急送医 身体还有许多的这个刀割伤 为什么会有这么激烈的行为 当时她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呢 我们连线给心理资商师陈绍敏 那请问老师 依照您资商过的个案 您认为这是一种 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知名的个案 过去也有类似的情况呢 大家在谈这件事情 是因为黄紫焦的事情 但是就是其实我们在很多 其实家庭关系 其实他们家庭 如果有一些冲突 或者是父母关系不合 或者是家庭 可能有些特殊经验上面的孩子 像可能都可以看到他们 长大成长发展 就会遇到一些辛苦的部分 所以我想说可能夫妻 不管外遇 离婚 往往在这些家庭中的孩子 他首先都要面临到 一个很大的情绪冲击 就是人跟人关系不是好的吗 我自己是觉得这一段时间 应该对有类似的经验的人 应该都不好受了 因为首先我们在谈 me too这个东西的过程中 就是你一定会去谈到 你发生了什么事 特别是我们谈到 me too的过程中 他可能是性骚扰 是性侵 其实都是跟性有关的 而我们其实性对人的东西 它不只是一个生理的需求 它其实会激发人很多 很私密的情感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有些人曾经在性上 他们有些不好的经验 那我相信在这个大家谈论的过程中 其实应该会有非常多的羞愧感 罪恶感 或是生气 愤怒哀伤 很多的经验会一起出来 所以我相信这段时间 对很多真的有类似经验的人 不管男性女性 应该都是很不好受的 对那所以我自己觉得是说 如果真的其实有出现了一些 我们谈到创伤反应的话 我真的会觉得 其实会很需要好好 你现在检视一下自己的状态 那不管是先不要说 要不要后面去真的去救我干嘛 我觉得至少自己先 帮自己做一个好的整理 我觉得这些事情是蛮重要的 不然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情绪会变得很敏感 脆弱 甚至可能是很焦虑 而且黄指交平常给人的印象 就是蛮幽默的 遇到很多问题 很能色两波青筋 所以今天他情绪反应这么激烈 很多人第一时间都觉得 看不出来他是这样的人 也看不出来 他会到这么低落的程度 所以我们要继续请教老师 如果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亲友 遇到类似的状况 我们应该如何缓解 对出缓对方的情绪 避免发生伤害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 谈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 如何去做到陪伴这件事情 所以因为其实确实 你谈现在me too的东西 可能性少了 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是家暴 可能是其他不要过去 可能被各种不同的虐待 那各种这些经验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有些人都会 也许被勾出 某些经验出来 对那所以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会在心理的部分中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创伤知情 就是说我们知道 别人会有创伤 那我们知道一个人会因为创伤 会有一些影响 对那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首先知道的事情 就是说一个人 会因为创伤而有伤害的 而他在伤害下面 他是可能会有很多情绪的表现 所以我们先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常常在看到 陪伴的过程中 很常会出现的状况就是 陪伴的人自己受不了 另外一个人 有很大的情绪出现 确实因为陪伴这件事情 你要承受对方另外负面的情绪 这个其实是需要能量 如果有注意到 自己这段时间 比方说有出现失眠 那食欲不振 失眠包含睡不好或做噩梦 然后病人比较焦躁的话 那需要检视一下自己的状态 那如果已经有影响到生活的部分 甚至是比方说你有开始 就是出现某些过去的回忆 开始不断跳在你的脑中出现 那如果出现这些状况的话 那已经严重的话 那就是建议还是前往身心科 可以稍微就诊一下 那或者是说 如果需要做比较多一些处理的话 那也是可以前往心理治疗所 或心理智商所 可以找心理师 可以做一些处理这样子 好 谢谢陈医师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政治焦点 就是代表国民党参选 2024的新北市长侯友依 因为民调始终垫底 所以现在有一个侯老三的封号 甚至同一个民调机构 跟上个月相比 他还下滑了七个百分点 民进党议员就直言 侯友依治理能力受到质疑 没有办法兼顾选总统 跟新北市政的话 就该赶快请辞市长 那面对各种反弹的声浪 侯友依今天受访的时候 以事事如期乾坤莫测来比喻 说自己现在是老三 但未来未必会继续当老三 你要找出你最有兴趣 最适合你的味道 颁给国中毕业生市长奖 侯友依勉励同学 勇敢走自己的路 那正在实践总统梦的侯市长 从党内最强母鸡 成了侯老三 心理感触想必也很多 比赛还没结束 但累包上的队友就怕 毕竟投入选战后 侯市长新北后院接连失火 不仅治安事件 连环报 幼儿园案危机处理 慢半拍都让侯友依的治理能力 饱受质疑 代职参选沦为致命伤 慈市长或者提早请假备战 侯正营战不考虑清理战场 只能期待侯友依打出满罐炮的那一天 进行我们彭志华 选战场报道 黄新北市长 侯友依 上次在政大跟同学进行Q&A的时候 被做成了影片疯传 连科智人都说对侯友依形象满伤的 今天晚上他到台大进行校园座谈 现在又进入Q&A环节 一起来看 增加更多的战力的提升 所以这些专业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在整个国队 国防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这个专业可以不断的去做研发 不断的去做学习 也不断的跟产业来做连结 其实产业也有很多的人产 那人才之间可以互相沿袭 沿袭以后 有些国防机密 我们就不要对话透露 有些产业机密 他也没有对话透露 但是在国家安全底下 其实两方面都可以互相彼此交流 互相应用 让我们国家的战力可以提升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 其实在 金领的服役期间 他也是专业服役 那也是一个产业服务 那未来他毕业这么好的人才 产业可以立即吸收 可以符合他们的需求 所以要跟产业在部分上 他要做一个连结 这也是我一直说 扶延长兵一年 绝对不要浪贵 可以把你所携所用 用在产业上 也可以用在军队上 来互相来做一个连结 除了这个部分以外 会特别说馆长 跟黄国昌要去为基督正义 去花生走到街头 其实基督正义 就想到我几十年前 那五颗钩牛的抗争 也在我们忠孝东路这条线抗争 那个年代我也见证过 人民在这个年代所受到皇家的痛苦 比那个年代还是很辛苦 这些声音其实很多人只是放在心里 没有讲出来 馆长黄国昌愿意带头站出来 呼吁基督正义 这我是非常非常支持 不但在游行上 我们给予支持以外 更重要在多元发生的管道里面 我都会给予支持 所以因为皇家问题 如果不解决 未来很多的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 甚至包括少子化 高龄化 还有很多的问题 经济都会 不过不论他目前如何力挽狂澜 民调还是暂时都是在老三 那国民党前立委就形容 侯友宜现在就像从最强母鸡 变成落汤鸡 那这样的现象也反映在小鸡的看板上 国民党内多数小鸡 到目前为止选择都是自挂看板 不放跟侯友宜的合照 那尽管像李燕修就解释说 因为竞选广告的相关规范 是三个月前才挂 但是早就已经挂上跟赖清德 合照看板的张鸿路 就算说根本就是因为母鸡不够强 才不愿意合挂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美国总统拜登 上任以后访中的最高层级官员 但是到访的时候 中国只派出了司长及官员阶级 这是刻意冷处理吗 稍后带您关心 台湾有事亚洲盟友也不打算做事不管 今年一月日本智库就曾经揭露 只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更点出了台海胜负的关键 取决于美日能否取得制空权 而日本战略研究论坛 更打算在七月东京举办第三届 非官方的台海危机兵推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除了日本美国会派员参加之外 台湾更将首度参与 而他的这个论坛秘书长长野李子 最近访台就预告了这个兵推 会模拟必要时的协同作战 所以我们连线给国防院战略所所长 苏子云所长 请教所长 这一次日本智库呢 特别到访我们的国防院进行交流 除了美日台兵棋推演 你们还有讨论到哪一些 可以共同合作的项目吗 日本这个智库 他可以说是一个半官方的智库 所以他跟台湾就是 智库的合作 可以说是一点无鬼的一个外交 那双方可能 甚至会有第三方在7月的时候 会举行一个所谓的兵推 那这个兵推的性质会比较像是 一个Seminar War Game 也就是讨论式 讨论式的兵推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双方或多方会设定的一个 想定Seminarium 就是关于台海周边的安全情势 包括平时跟暂时的一些状况 那第二个在一个兵推的设计里面 通常会分为就是有几个动次 那这动次里面就会比较细节 那这个细节的部分 可能就目前各方所关切的议题 会包括 这个灰色地带行动 中共他除了用基建 对台湾时事骚扰之外 那对日本也会同样的进行这种 胁迫的行为 那如果情势升级的话 可能就会动用海上民兵或者海警 进行这一个就是类似对菲律宾的霸凌的这个做法 那第二个可能的这动次 就是双方 或多方应对北京这一种灰色行动 或骚扰的一个反应 比如说可能会透过这个情报的合作 或者是说 多边的这个海岸防卫队的协防机制 来应对这种准军事行动 那第三个可能就会进入一个想定 就是如果中共真的使用武力 就是进犯台湾的话 那各方如何去应对 包括第一个台湾的防卫作战会怎么做 那第二个其他国家 还有就是潜在了盟国 对中共的制裁 那第三个层次很可能就是直接派兵协防 那特别是派兵协防的部分 由于美方的一些现役的 政治跟军事首长都已经多次表明 会使用 会避免中国用武力改变现状 所以这个协防的几率相对高了 那如果真的到协防的阶段的话 那么美国使用日本的基地 来进行这个防卫任务的情况 也可能会是在兵推的一些假设之内 好 谢谢所长的说明 那再来要看到的是美中关系 终于有机会融兵了吗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中行 最后一天总算见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习近平喊话 希望布林肯这一趟行程 能为稳定两国关系发挥积极的作用 而布林肯也在会中强调 美国不支持台独 将致力于美中元首 在巴厘岛会谈所达成的共识 外界就分析 布林肯的这一趟任务 有望为今年底的拜习会铺路 布习会在千呼万唤下登场 但两人这笑容似乎有点僵 方法同意共同国之朝 我们该顾曾经在拜访 国务时刻达成公式 我也希望 国务卿现在就访华 能够稳定 重力关系 出发北京的作用 五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总算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但这场布习会 北京处处是心机 最后一刻才宣布习近平 肯见布林肯 但两人不是一对一会谈 习近平做中央主位 布林肯跟王毅各聚策 美中官员通通列席 似乎要凸显习近平 尊绝不凡地位 布林肯防北京 有望成为美中关系 荣并起首饰 布林肯在会中转达拜登问号 并表示美国不支持台独 致力重回美中巴黎岛共事 而习近平强调 国际不乐见中美冲突 判美国尊重中国 美中双方力求关系稳定 赵日新闻分析 美中对话判促成拜习会 纽石则表示 尽管美国阻挠中国 获得半导体技术 但碍于间接近化 北京压力三大 拜习会成为党务之急 外媒认为 这场布席会 让美中关系 有望止迭回声 布林肯在会后记者会认同 美中都寻求关系融兵 布林肯访中投石问路 也为十一月美国旧金山 APEC领袖贵义的败习会扑路 建讯文雅威文 内力为报道 布林肯到访北京 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 访中的最高层级的官员 但是他到访中国的时候 去接机的只有司长级的官员 没有热烈的迎兵队伍 也没有红地毯铺在挺机坪上 所以美国媒体就认为 中国阶级的规格太寒酸了 质疑中国是不是在刻意冷处理 文学者分析 在美中高度竞争的紧绷状态之下 中国营造这样一个冷漠的氛围 除了是一种大内宣 也是要做给自己的盟国 还有美国的盟友看 一方面要来增强盟邦 对中国的相信力 也试图阻止 亲美的先进国家对中国制裁 还有更重要的是 是想在坚持底线的状态下 增加对美国谈判的筹码 中国YouTuber冷潮热讽 直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中 丝毫没诚意 只有满满的利益 中国官媒辖下的微信公众号 也痛批美国仿中根本没诚意 在布林肯仿中期间 央视恰巧播放爱国剧 跨越压力将 网络评论大赞中国好霸气 强力放送中共抗美援朝的历史 尤其片尾曲 我的祖国更让人听得热血沸腾 但在这个时机点播出 似乎是意有所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抵达北京 进行为期两天的外交访问 是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以来 访中的最高层级官员 但停机坪没铺红地毯 现场没鲜花 也没有迎兵人群 中国只派出外交部北美大洋州 司长杨涛接机 遭美国媒体讽刺规格太寒酸 而央视和新华社在布林肯到访首日 也没有相关报道 中共宣传系统是刻意冷处理吗 很大程度上面就是大内宣 就是对国内民族主义这些 或者积极积极分子这些人 就是向他们展示说 我们中国这样的所谓的强势的作为 是不会被挑战 中国我们说他这么强硬的对美国 例如甚至我们说在街坊 那个布林肯的时候 也没有太大的派头 主要的原因应该也是 做给就是跟中国 比较支持中国的盟友看 中国当然是希望 透过所谓两手策略 就是我现在跟你高压谈判 希望能够让美国 在经济部分能够取得让步 布林肯来访问当中 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是在于 后续APEC在美国在举行 那他也可以当成是个邀请习近平 要来到美国参加APEC 那个等于类似会前会的概念 究竟中国是不是刻意冷落布林肯 摊开过去美国国务卿仿中画面 2004年前国务卿鲍威尔仿中 与中国外交部长唐嘉玄会晤 机场停机坪就没有红地毯 从欧巴马第一任国务卿希拉蕊仿中 到欧巴马第二任国务卿凯瑞仿中 都是由中国外交部北美大洋州司长接机 2017年前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后 搭机离开画面同样不见红地毯 中国接待美国国务卿的规格似乎没变 只是和法国总统马克宏仿中相比 排场的确相对冷清 士兵列阵金融浩大 重机车队侧翼待命 中国迎接马克宏规格报表 而在当前美中关系极度紧绷下 外交细节全被放大检视 想比照办理难若登天 即使布林肯在访中之前 提早释出三大目标 希望降低外界对此次访中的期待值 但各界仍高度期待两国透过互动 迸出新火花 中国除了希望 借此增加谈判筹码 对内释放强国性军之外 似乎也想进一步缓解 欧亚国家和美国联手围堵中国的力道 当然美国同样心有盘算 双方所谓不管在贸易上的问题 在科技上的对抗 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套的 虽然习近平提出了双循环 但双循环第一个 所谓的内部循环就是 中国消费率现在是低迷的 那外循环你要外销的部分 现在是衰退的 它面临到明年2024的改选 那再加上美国在 希望能够让中国的这个问题 能够在可控而且是个稳定 不会影响到美国内部 它现在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 让它可以好好的解决 国内的经济问题 所以它在划底线的情况下 它持续的在外交上面 有所作为的方式 例如跟日本互动跟韩国互动 甚至我们说在两岸关系上面 持续推动所谓的台湾互动 扩大交流等等 那主要的目的 其实还是要回馈到 美国想遏制中国 成为世界经济霸权 在高科技围堵下重手 却又难舍其庞大市场 而中国面对内需不振 出口疲软 实在没有本钱 和美国硬碰硬 美中双方如何在各自底线之下 各取所需 恐怕还要看接下来 习近平和拜登交手 能否各退一步 将冲突化为转机 新北卫药案风波延烧 高雄市政府启动乙药 追忆人 发现总共有145家持有管制药品 本巴比陀 那其中四名医师因为不放用药 而遭到停业 稍后带您关心 新北卫药案风波延烧 高雄市政府启动乙药追忍 六月八号开始扩大清查 高雄超过两千七百家的医院和诊所 以及药局 结果发现总共有一百四十五家持有管制药品 本巴比陀 而且其中四名医师有不当用药 那市长陈其迈就宣布裁定他们停业 一到六个月 同时病科罰还最高三十三万元 新北幼儿园为要风波延烧全台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下令全面击查 把违规用药黑素全都依法重罚 市长陈其迈对违规业者祭出相关处分 不当使用本巴比陀的就有四名医师 根据了解开立用药通常在婴儿长脚痛 以及上呼吸道治疗 在市府人员稽查下发现医师有不当用药行为 影响扩解二十名以上孩童 向违规医师开罚十一到三十三万 并予以停业一到六个月 在地方上小有名气是许多住户的指定诊所 不过因为不当用药遭市府勒令停业 就连员工也毫不知情 卫生局除了要追踪用药孩童病例 还得针对开药方向 全都得一一逐项调查 医师疑似不当用药 高雄市府紧急启动互同专案 主动通知曾就诊过的孩童及家长 可以到四大医学中心 接受免费评估及看诊 未要按疑云接连爆出 避免再度发生正义 高雄市府动起来 主动初级查布法 今週有最后报道 而遭到高雄市卫生局 开罚的其中一家诊所 这几年就不断有家长 在网路上讨论 说带孩子去这一家看长脚痛 那医师开的药回去吃了 是吃好睡好 那这家诊所医师就喊冤 说并没有用本巴比拖治疗长脚痛 而是用在治疗抽筋 或者是热晶卵的症状上 强调本巴比拖只开给抽筋热晶卵的小朋友 高雄市家老次号诊所医师 还愿没有违规用药 网路上谣传他长脚痛 也用本巴比拖是造谣 2018年就有PTT乡名讨论这家诊所 表示听妈妈说 同事都带小孩去这家诊所看 结果吃了药以后吃好睡好 底下留言回 我家两个都吃一个月左右 好睡好痒就不吃了 听妈妈说小孩会昏睡 身体无力的感觉 所以就不敢再给孩子吃了 埃法医师出示裁处书 卫生局韩文说明 经本局查查管制药品 发现诊所于109年迄今 针对未成年患者 有开例巴比拖类药物68笔 医师陈述意见 表示医教科书所学 未防止热晶卵是开例 PRN-Lumino给病患使用 这种药含本巴比拖 在医界专家看来没违规 但也不建议 专业药师表示顽固型 癫痫或其他药物反应不佳 才有可能用到本巴比拖 就算是抗癫痫 现在也很少使用这类药品 原因就在于可能会产生 不良影响 简单来说台湾规范本巴比拖 只适用在癫痫 因为安全性低 医师也很少会开给小孩 甚至是大人使用 新北幼儿园卫药怡云也引发其他家长忧心忡忡 用药安全对象是谁 如今也被用放大镜解释 而面对国民党内气候饱壳的氛围越来越浓 侯友宜今天炮打柯文哲 很酸 柯文哲发言 像烟火一样一吹就散 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的新北市长 侯友宜民调始终垫底 立委参选人游时会昨天在专访节目上脱口 想邀柯文哲站台 但是被同党立委李德维骂为所欲为 让游时会今天说他很难过 反批李德维没有要选举 没有办法体会想胜选的心情 那也或许是看到党内气候饱科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侯友宜今天难得炮打柯文哲 他虽然柯文哲的发言像烟火一样一吹就散 第一个对我开炮的人不是王世间 是李德维 那我当然会觉得很难过 蓝营在上演党内互打 全英北市议员游淑慧张思刚上节目这一段话 打得毫不犹豫就算了 还争嫌恐后抢答一定主动邀约 根本罗志强政党轮替大联盟翻版 党内挺后立委火速开炮 这种各别的行为并不代表整体的国民党 并不是提名了你就会让你为所欲为 我并不是为所欲为 我是在想尽方法 希望逆转向这个选区 我们不要白目 我们把一些选举策略 我们觉得很理性的战略问题讲出来而已 那可能就是有一些人的敏感神经被触碰了 讲得都快哽咽 选监困选区对手还是王世坚 自己不过就只是想替党 争口气 特别的候选人 国民党有相关的党纪跟规范 如果说他觉得有更强的人 更不为所欲为的人 要来这个监困选区的话 我也不会有怨言的 要选的人跟没有再选的人 大家的心情跟视野是不一样的 暗酸不分区立委的李德韦 每选2024 不懂需要一只强母鸡的苦 游书会的焦虑更凸显出 侯友宜被零根人化 柯子席的发言 就像烟猴一样 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风一吹就散了 柯文哲爬到民调第一 刘氏的民意几乎转到柯文哲身上 侯友宜也顾不得 非绿大联盟的哥儿俩好 亲兄弟也得零算账 第一期为家下方伯峰 台湾报道 好那现在呢 总统大选的文宣战也开打 今年抢先曝光 赖清德的募款小物 主轴呢 是满满的 team taiwan挺台湾 至于竞选外套 是深绿跟金色的配色 赖清德发言人 郭亚辉就坦言 以往绿营候选人为了中性化 会刻意避开代表民进党的纯绿色 因此当时在讨论外套颜色的时候 确实有过一些不同的考量 赖清德募款小物 抢先亮相 可以看到外盒做的 就是本雷版造型的图案 而打开来会有两条毛巾 另外也设计了徽章贴纸 主轴就是挺台湾 挺台价值催到满点 光看外盒就知道 是资深棒球迷赖清德的小物 背后的意义可没这么简单 本雷版主要是因为 赖富他从小打棒球的时候 他就是捕手 他对本雷版非常的有感情 那本雷版他的英文 就叫home base守护家园 两组不同配色徽章 从玉山发响 而这些小物全是MIT台湾制造 主视觉则是绿金配色 吃起来酸酸甜甜 滋味非常特别 你浅浅的微笑 就像仙人长兵 赖清德到澎湖很懂吃 因为顶着高温 赖主席却等不及 要抢先曝光2024竞选战袍 上头本雷版造型徽章 加上民主MVP字样 背后还有大大的 Team Taiwan刺秀 一亮相询问度破表 这个绿色其实有获得非常多的好评 的确呢 在颜色挑选上很多细节 我们都反复在考究 那昨天一亮相之后 今天就有很多紫竹的同仁说 他们接到电话了 比较多的群众是问说 那什么时候可以订购 战袍第一眼显衍生绿色 一别过去绿营候选人们 为了中性化 很少用纯绿色当主视觉 像是2008年代表民进党 参选总统的谢长廷 选用长廷绿 2010年苏贞昌竞选台北市长 更大胆选用粉红色 蔡英文则偏爱湖水绿 如果真的要绿色 我会选择是用青苹果绿 当他有加上另外一个颜色的时候 人家不用看到他 人家只要看到这个颜色 就是说这个候选人来了 不用政党的一个政色 他们的考量 希望能够更加去吸引 各种不同族群的一些选民 政治色彩学大灾问 宣战不止比政策牛肉 也比谁更能成为选民 刻在心底的名字 进入聆听车声音参观报导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访中形成最后一天 终于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两人的见面将为美中关系 带来什么样的发展呢 稍后带您深入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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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